更会被,再加上我自己的这个事情,可能多多少少也会受到大家关注,然后同情我,然后这样的话是在一种比较爱护的这种感觉下,所以能,因为在这个情况里,你一直对同志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了解,做的影响,特别自然,你有没有在这个过程中,比如说有一些,你老婆同志在一块,有没有一些同志人是就是看上了,或者要追求,或者甚至有一些骚扰,对, 还好吧 那说明,我就记得很清楚,我自己,我以前我们,我有一个同屋,他就非常喜欢你,他觉得就长得很帅 其实是,如果从普遍的这个十美瓜来看,因为苏光辉属于这种瘦身的瓜,比较也轻瘦一些,这个其实很符合一些同志的一些朋友的这种口味 而且我记得特别清楚,我自己非常清楚,你的女朋友曾经刚开始,她就在疑惑,她觉得你可能是同志,所以好像刚开始没敢追谜,就想先打听一下,说你到底是同志还是不是同志,对吧 对,其实她到现在还是,还是有点担心我,总是跟同志的朋友去接触 我不知道这样吧,你有没有一些异性恋的男性吗?有一些,但相对来讲并不是那么多了,但通常情况下可能还是会,双方之间会保持一定的距离 你有没有对一个男生,比如你看男生说,长得还真蛮帅的,很好看啊? 还好吧 就连这种感觉都没有? 不管是女孩也好,是男孩也好,帅的都会有些喜欢,对吧?那贝克汉姆所有人都会喜欢 我想了解,就是从一个一系列男生的眼睛里面看到帅气的男生,那感觉是怎么样? 就蛮帅的,就希望自己也能长得那样 对,你看他们是希望自己能长得那样 对,那么如果是一个同性恋的男孩,如果看到另外一个特别帅的话,他心里也许会有信心 对,有一部分我想做,成为他,或者另一部分我想追求他,或者成为被追求的对象,那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区别 对,那么我问一下宋默明,我不太清楚,现在目前你的一些交际圈当中,主要的一些男同性恋的一些朋友,他主要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认识呢? 可能还是因为艾斯病的这个问题,认识的比较多一点,所以比如说,我跟小康 认识是因为最开始,在我的这个《肖康未来》艺术作坊,帮了三年的忙,当然现在也是长期的志愿者,包括另外一个笔蒂石的那一个朋友,史丹,也是因为肖康未来,也是跟艾斯病有关系,他们都是来这里当志愿者 对,那有没有,比如说有一些癌症病的感染者呢? 也有,也有一些,对,包括我们画室有一些,就是学生也是同性的感染者,就是有没有碰到某一个情况,就是你听到有人对同性恋有启示? 有,因为我有时候也玩网络游戏,所以在网上认识一些人,那么他们就认为就是同性恋,做不好听的词,可能他们就能看,因为他并不知道我是谁,但是我会告诉他,说那只是一个生理上的一个性的一个倾向问题,并不是代表他们精神上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会告诉他们一些正确的问题。 但是不会特别强硬的告诉他们,让他们听到我的话之后呢,让他们自己去考虑一些,对,因为他们也有会问,就是那你是不是有这个经验啊?那你为什么会了解这些? 我觉得这是基本的就是社会常识,因为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里面,尤其是现在的这种发达城市,上海啊,北京啊,那你不了解这些方面的常识, 那你没有办法在社会上生存的,很可能你在一个很高级的写字楼里面,你面对的你的上司,很可能他就是一个同志,只是由于一些社会原因,没必要的,人家非要把自己的同志师们在单位里公开,很可能私下里面慢慢就会表露出来,或者是跟你的关系越来越好,人家会主动告诉你,你难道要等那个时候才会接受这样的一个消息刺激? 我觉得他说的这个部分有意思,就是好像就是你要提前要了解这个,现在他变成了一个社会很共通的一些知识,就是大家是应该提前了解,这样的话你再,你碰到一个事情,你不容易被这个事情做,觉得特别惊讶,或者困惑, 其实还是那句老话,就是说歧视是来源于无知的,对,对吧,我觉得你跟同志他,大家最关注的什么样的话题? 我觉得三八的事情,我这样说,我觉得同志都满三八的,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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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Q比如说,最近流行什么样的电影,Room,然后我接规的同志的朋友们,大部分还是属于,呃,高学历,然后可能他们除了工作以外,呃,更注意自己的生活质量,更对待生活的态度, 大部分朋友经常聊的话题 除了一些三八的事情 可能时尚的读题比较多 比如说他看上了一个什么牌子的包 或者是他看上了一个什么牌子的包 听起来好像我们都挺浅薄的 我叫 Blake 我从美国 我26岁 我已经在北京了两年 教语英语 做其他东西 我做了一年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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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的中文 学校的中文 我留在北京在澳大学 去上海 你自己认为了军逊? 我认为了军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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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认为了军逊 有很多朋友在北京 和朋友和朋友 我最初的朋友 我當時十年 我去一場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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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在聊天 在一場酒店 我去一場酒店 我去一場酒店 我去找找工作 我早知道 我回到和朋友 我經過到一場酒店 我辞職 我和一場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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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二位酒店 我和一場酒店 我最初五位酒店 我和一場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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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tination what else is a gay bar? or a gay club?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I hear people talk but I haven't been to any other place it's just different seeing so many men in one place it's just you never see that it's like the image is a little overwhelming but I don't think it's that nice a place as such like if it was a better club then we'd be more likely to go there more I'm not very self-conscious I don't really notice other people noticing me in a way or sort of can't really think I don't know what they're thinking I never think about it I don't get self-conscious about hanging out with my gay friends or anything so I'm not sort of looking for anybody judging me or anything and I I've never really noticed any sort of anybody going out of their way to to pin me as being gay or straight or anything but it happens sometimes it happens when in the group somebody will come by and say say oh are you are you gay or are you straight uh I'm straight and that's about it I mean it doesn't really go anything beyond that it doesn't bother you to no I mean if I'm hanging out with a whole group of gay friends yeah you can you might assume that I'm gay I can understand that I don't know what part of it would bother you really like like what what part of it would bother you if somebody came up and is like are you gay or stra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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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 well like I have a girlfriend and like she's pretty good friends with Cormier and Steve and would come out with us and do the same stuff as what we do and she's never she's never said anything about it never it's never been an issue really I've never really taken a girl out I guess I've never really taken a girl out I guess with my gay friends but I don't really take girls out very often just sort of we have our time together and then you remember that girl Lou who came out Lou was uncomfortable yeah that girl was uncomfortable I met this girl with some other friends and like invited her to come to uh like a dinner that one of my family in town we all went out for dinner and they went out afterwards and she was yeah she was she was very uncomfortable why she couldn't get a head around it like why you we went to KTV we went to KTV it was getting a little bit wild and uh anduh she was just in the corner sitting there looking a little bit uncomfortable a bit miffed and trying to bring her and enjoying the dancing and the fun and she was uncomfortable visibly like my friends my group of friends